主席各位委員 我必須要提醒一下書起秘書長 你在這邊做那個 那個態度不要好像很不屑 給人家的感覺非常的不舒服 非常的不舒服 他剛才這樣拿冠冠45度 好像我們在講話 你跟我說都聽不懂得下去 你聽得下去聽不下去 是你家的事情 但是在國會這邊 這個還是要尊重國會 否則的話你會被國會 以這個不尊重國會 然後列為不歡迎的人士 所以我還是要提醒你 第二件事情 國會這邊各朝野所做的共識 這個是最高民意的一個展現 總統府無權也不應去做過度的干預 當我們朝野在國會做成共識的時候 傳出來說你回去啊 跟馬英九總統報告 然後馬英九暴怒 這個是對國會非常大的一個不尊重 國會代表的是民意啊 民意所做的決定 反映出來對美國牛肉的疑慮 所做的相關朝野協商的這個協議 這個是要解套 這個是要緩和 因為美國牛肉啊 在台灣所造成的這個高度的對立 而不是啊 要找你們的麻煩啊 是你們在找台灣的麻煩啊 是你們在找台灣的麻煩啊 造成國會重大的爭議啊 所以國會現在幫你們解套了 你要覺得非常感謝朝野的智慧 讓我們總統府啊可以補不足啊 要很感謝得到耶 你暴怒 然後要求修法 不能違反這個不能違反那個 紅線畫出來 這個是高度啊 挑戰國會 看不起國會 侮辱國會啊 所以舒淇 秘書長 你的態度在這邊啊 要讓我們覺得你是啊 這個非常謙虛的啊 非常有禮貌 時間到 第二個啊 你所屬的這個總統府啊 李委員 不要展現出來這種高傲 讓人民討厭 厭惡的這種態度啊 我再告訴你啊 問題是總統府造成的 李委員 現在台灣的牛肉問題是 總統府造成的 不是我們朝野協商造成的 朝野協商是要解決問題 時間到了 這樣你聽好沒有 這樣你聽好沒有 這樣你聽好沒有啦 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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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問你聽好沒有啦 你時間到了啦 時間到了啦 所以啊 這個態度上要修正啊